高美湿地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事件 环保署今天表示 如果偷盗的真的是锅炉重油 其实业者本来的处理成本不会超过三万元 但是为了省一些小钱 现在却要耗费难以估计的社会成本来清除污染 实在是令人遗憾 而更加遗憾的是 相关单位追查着到底是谁做的好事 只能够从监视器的画面来找线索 就像是大海捞针 被染黑的高美湿地出动大批人力清除 不过这里并不是污染的第一现场 环保署根据油渍往上游追查 发现在西滨快速道路附近的清水大牌内 还留有重油的痕迹 从污染量以及附近道路不大来研判 应该是一台10公吨的小型操车偷盗的 令人遗憾的是 其实好好处理 只需要花两三万的成本而已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投入一百多个人力 花了两天再清 而且对这些不管是稀有的植物 还是水生物所造成的影响 完全不成比例 其实处理有害事业废弃物 环保署规定 业者在车上必须加装像这样的GPS系统 从收集运输到回收场都可以掌控流向 不过重油并没有纳入管制项目 环保署解释 重油回收之后可以卖钱属于有价废料 几乎不曾出现有业者 故意把钱倒进水里面 就现在的个案我们很少看到这个事实 还是可以换钱的 因为它是跟 如果按照现在的公民废治处理机构里面 它去跟人家收这个费用 它是用钱去买这个费用回来 环保署推测 高美湿地上的重油污染 很可能来自锅炉使用后的 只不过使用锅炉的工厂到处都有 要找出是来自哪一家 简直是大海捞针 环保署表示 目前也只能靠检警 透过监视器画面 来追车来追人 能不能找到凶手 还得祈求老天有也 记者林静媛 邱福财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